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讲过 赵无序秉承父亲的一致 一举夺取了戴国 那么按照封建制度 应该安排一个亲近人选 把他分封到戴国 做戴国的国君 赵无序定下来的人选 是哥哥伯鲁的儿子 救封之后称为戴成君 但是没有过多久就过世了 赵无序更加需要考虑的是自己的继承人问题 但是虽然他一共有五个儿子 却一直不肯确定继承人的人选 似乎赵无序始终记挂着英年早逝的哥哥伯鲁 毕竟依照敌长子继承制 是伯鲁而不是自己才是赵家组长位置的合法继承人 赵无序对哥哥大概一直有些愧疚 所以到了最后他选定的不是自己的儿子 而是戴成君的儿子赵化 赵无序过世之后 嗜好为乡 称为赵襄子 赵家人提到他的时候 称为乡主 意思是嗜好为乡的那位主君 古人的称谓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你如果在史料里面看到赵襄子 赵无序 无序 赵襄主 乡主 要知道他们指的是同一个人 赵无序有个弟弟 嗜好为桓 称为赵桓子 赵桓子赶跑了赵换 自己当了赵家组长 但坏人竟然也不偿命 赵桓子接班仅仅一年就过世了 赵家人非常尊重赵无序的权威 于是杀了赵桓子的儿子 把流亡在外的赵换接了回来 这就是赵贤子 赵贤子死后 儿子赵集接班 这就是赵列侯 再看一下和赵列侯同时代的魏涵两家 魏家的族长名叫魏司 称为魏文侯 是魏桓子的孙子 韩家的族长名叫韩钱 称为韩锦侯 是韩康子的孙子 自治通鉴讲到这里 这才呼应上本卷开篇的第一句话 出名靖大夫魏司 赵集 韩钱为诸侯 这就是说魏司 赵集 韩钱三个人 原本的身份是靖大夫 靖国的高级贵族 而周威猎王跨过了靖国国君 直接把他们三个人封为诸侯 从此在名义上就可以和靖国国君平起平坐了 三家分禁到此正式完成 又因为韩兆魏三大强国都是从靖国分裂出来的 所以合称三级 那么靖国国君这时候在做什么呢 自治通鉴没有交代 我呢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一代的靖国国君 靖列宫和他的父亲祖父一样 形同傀儡 靖国呢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但靖列宫倒还有一点可以简单控制的土地 还要再等两代人的时间 靖国的末代国君 靖靖宫才被废为庶民 韩 赵卫 这才瓜分完靖国的最后一点土地 司马光写这段历史 先把名义上的三家分禁事件提出来 用来开宗名义 然后跟了一段长篇大论的评论进文字 评论之后呢 再追续三家分禁的前史 而我为了方便你的理解 跳过了司马光的那段评论 先把前史讲完 现在就可以回过头来 分析自治通鉴全书第一篇 陈光月了 这一段陈光月 是全部资质通鉴里的思想纲领 如果你想用最短的时间 系统性的理解如学 那么看这段话 比看下来一部论语 还要清楚明白 司马光首先抛出论点 陈光月 陈文天子之之 莫大于理 理莫大于愤 愤莫大于明 层层地近 突出明是重中之重 到底什么是明呢 司马光的定义是 公 侯 亲 大夫事业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明就是身份 为什么说身份最关键呢 司马光开始论证 天下那么大 人口那么多 却都受一个人的统治 即便是出类拔萃的勇士和智者 也要服从统治者的安排 这都是因为有理作为约束 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来看 可以断言 司马光想错了 错把结果当成了原因 而且不管是有理还是无理 人类组织都会形成寡头结构 这是群居动物的天性所决定的 关于这个结论 有一项经典研究成果 德意意大利籍的社会学家 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的 寡头统治铁律 认为即便是民主化倾向最强的组织 也难逃寡头统治的命运 其实不仅仅在成年人的世界 即便在小孩子的群体里 我们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况 甚至猴子 沸沸和猩猩的群体 一样存在着壁垒森严的等级结构 问题是 等级结构不可能一成不变 随着个体成员的强弱消长 成王败寇的戏码总会上演 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户 司马光向往的政治结构 是理智恒久远 每个层级上的个体 都安守自己的本分 不作非分之想 这样的话 自上而下逐级管理 就变得很简单 也很自然了 但如果 有某位平民就是不服气 想追问一句 凭什么我就不能当皇帝呢 这是司马光必须面对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呢 必须援引政治哲学的权威意见 先是周文王 再是孔子 周文王给易经的六十四卦排序 以乾卦和坤卦作为开头 这是有深意的 孔子这样解释说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 卑高以臣 贵贱未矣 儒家相信 易经的创作过程 有所谓 人耕三世 势力三骨 意思是说 易经是由福西开创 周文王发挥 最后由孔子完善成书的 是三个时代里 三位大圣人的智慧结晶 非常了不起 这个说法当然并不可靠 但重要的是 在很长时间里面 人们呢 对此笃信不疑 易经因此有了超乎寻常的权威性 在司马光的理解里 周文王把乾坤两卦排在六十四卦的开头 这是因为乾象征天 坤象征地 天和地的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 那么天和地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孔子的解释是 天和地的关系是尊和卑的关系 天是尊贵的 地是卑贱的 尊卑关系一经确立 世界的秩序就因此确立了 人际关系自然应当遵循宇宙秩序 让尊贵的人和卑贱的人各安其位 就像天和地各安其位一样 这也属于一种天人合一的逻辑 认为社会规则应当模仿自然规律 换句话说 只有和自然规律一致的社会规则 才是合理的正确的社会规则 自然界既然尊卑有序 人世界就也应当尊卑有序 这里的尊没有褒义 所谓卑也没有贬义 只是对客观现实的客观陈述 如果说这样一种论证 在今天看来依然有什么合理性的话 那就是任何一个人类组织 确实都会自然分出层级结构 但问题是谁都没有各安其位的义务 而司马光非要把各安其位论证为 一种与生俱来的义务 我们当然没法否认 假如人人都能把各安其位 真心当成一种义务的话 社会当然高度稳定 那么从管理学角度上讲 只要君主有能力为这份义务 打造出一个合法性神话 让社会上的每个成员都笃信不疑 实之为天经地义 那就是司马光心目当中的理想政治了 但现实世界往往不如人意 历史上明明有过太多君不尊 臣不卑的事情 以下犯上不但经常发生 而且经常可以取得成功 这该怎么解释呢 这就要怪 人们对理的意义缺乏重视 听任实力为王 导致力崩越坏 但是还有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 如果暴君在位 大家该怎么办 难道只能服从尊卑秩序 俯守天儿地任他宰割吗 儒家圣人体系里的商汤王和周武王 不都是以下犯上改朝换代的人吗 难道他们非但不是圣人 反而是乱臣贼子吗 这是儒学体系里的一个经典难题 司马光到底会怎么解答 我们下一讲再谈 你好 欢迎回到熊义讲透 资质通见 上一讲谈到司马光 论述天尊地卑 君尊臣卑的天经地义 遇到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如果暴君在位 大家该怎么办 难道只能服从尊卑秩序 俯守天儿地任他宰割吗 儒家圣人体系里的商汤王和周武王 不都是以下犯上改朝换代的人吗 难道他们非但不是圣人 反而是乱臣贼子吗 这是儒学体系里的一个经典难题 这一讲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司马光给出的解决方案 古人把夏商周合成三代 最早的夏到底算不算一个朝代 在今天是很有争议的 但我们呢 不妨抛开争议不管 只用古人的观念来看问题 夏朝的末代国君 夏杰是个著名的暴君 商汤推翻了他的统治 建立商朝 商朝的末代国君 商周是个更著名的暴君 周武王推翻了他的统治 建立周朝 在儒家的圣人谱系里 商汤和周武王都是圣人 这就意味着 他们的以下犯上 在儒家意识形态里 是被认可的 史称汤武革命 麻烦就这样出现了 因为任何一个皇帝 都很难接受这样的价值观 更不愿意宣扬这样的价值观 但如果公然要求百姓 服从暴君的统治 在任何状况下 都没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这种不讲理的话 毕竟呢 也很难说得出口 左右为难 该怎么办呢 汉朝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汤武革命问题 设成学术禁区 谁呢 也都别去讨论 但回避问题 总不如解决问题来的彻底 司马光要做的 就是大大方方的解决问题 司马光认为 汤武革命 只是罕见的特例 后人当然也有权反抗暴政 但必须集合起汤武革命的全部条件才行 这些条件是 在位的天子像夏节和商咒一样暴虐 带头反抗的人 要像商汤和周武王一样仁德 并且人心所向 天命所归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齐备的话 那么君臣关系就绝对不能动摇 臣民就算去死 国家就算灭亡 也不能以下犯上 司马光举出两个典范人物 商朝的威子和吴国的记杂 威子是商咒的哥哥 是个很贤明的人 还曾经是王位的合法继承人选 咒王无道 威子曾经多次劝谏 却毫无效果 后来商朝亡国 周朝对威子不错 封他为诸侯建立了宋国 司马光认为 如果威子当初取商咒王而代之的话 完全可以拨乱反正 商朝可以国运长久 威子既有资格 也有能力取代咒王 取代之后 也必然有一个 结大欢喜的结果 但威子就是谨守为臣之道 不作非分之想 再看记杂 他是吴王受梦的第四个儿子 也是最贤能的一个儿子 收梦想让记杂继承王位 但记杂辞让到底绝不接受 结果呢 长子朱凡顺利接班 朱凡很想完成父亲的心愿 于是安排了一个 兄中弟级的继承次序 相信呢 最后总能传到记杂 好容易 真的传到记杂了 没想到 记杂还是不敢 逃到国外去了 结果四兄弟的下一代人 为了王位争得你死我活 没过两代 吴国就亡国了 司马光认为 如果记杂一开始就爽爽快快的答应父亲 后来的吴国一定顺风顺水 但记杂也和威子一样 宁肯王国也要服从李的约束 绝不破坏李治所规定的尊卑秩序 看来在舍生取义的问题上 司马光比孟子还要激进 为了坚持自己心中正确的价值观 孟子最多能做的就是拼上自己的一条老命 而司马光可以拼上整个国家 李高于一切 非李的国家不值得存在 非李的人生不值得活 司马光并没有说空话 在他当政的时候 真的秉持这个原则处理国际事务 以至于后世骂他的人 往往会给他扣上卖国贼的帽子 那是改革领袖宋神宗刚刚去世 反改革的新皇帝宋哲宗刚刚登基的时候 司马光提议把军人浴血奋战打下来的六处土地 所谓六债 主动归还给西夏 理由是当初宋朝和西夏建交 西夏内乱国主遭到软禁 宋神宗打着救援西夏国主的旗号 发动战争 占领了若干土地 兴建迎战 合称六债 等西夏内乱平定 要求宋朝归还六债土地的时候 宋神宗却不愿意了 说占领六债 是对西夏的小小惩罚 司马光说 就算要惩罚 也应当是惩罚那些软禁西夏国主的人 怎么反过来惩罚西夏国主 在救了他之后又抢他的地盘呢 这样胡搅蛮缠 出尔反尔 还有没有一点大国风范了 更何况那些武将夺地建战 只是为了自己立功 完全不是为了国家考虑 当然司马光也不会完全指讲 儒家的正当性原则 所以接下来他又论证 这六债对于宋朝来说 其实必多利少 还给西夏才最合算 第二年 宋朝真的开始实施司马光的 还地政策 用土地交换战俘 反对派的意见当然很好理解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哪有把千辛万苦打下来的土地 拱手让人的道理 但司马光身边呢 也不乏支持者 在他们看来 把利益 无论是个人利益 还是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这显然违背了儒家的正当性原则 儒家有过经典的义利之变 道义和利益哪一个更重要 这是毋庸置疑的 利益只能作为道义的副产品 而不能作为道义的目标 如果道义不能带来利益 那就应该舍利取义 堂堂天朝上国 不能沦为一个不讲道义 只讲利益的国家 那和遗敌还有什么分别 如果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 一味以国家利益至上 那就相当于帮亲不帮理 太没有君子风范了 孔子早就说过 君子欲于义 小人呢 欲于利 所以帮理不帮亲 才是人间正道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辽国和西夏 都很喜欢司马光 司马光倒也不是完全不讲利益 只不过在他看来 利才是一个国家核心利益的最高保障 如果用非利的手段获取利益 只会因小事大 为着眼前的表面的利益 埋下了深刻的长久的隐患 好 让我们再回到资质通鉴的第一段 陈光源 司马光把理摆到政治生活的首位 这是原则层面的事 而在操作层面 理由两种表现形式 分别是明和气 司马光的原话是 非明不住 非气不行 明以命之 气以别之 明和气 合称明气 是古典政治学家呢 很喜欢讨论的话题 到底 什么是明气呢 简单讲 明就是被公开赋予的身份 诸如国君 大臣 父亲 儿子 气 就是和明相匹配的物件 比如 九鼎是天子专有的 其他任何人都无权拥有 再比如 你看到一架马车 单凭拉车的有几匹马 你就能够准确判断出 马车主人的身份地位了 要想维护理智 就必须在明气问题上 一丝不够 司马光举出左传的一个例子 齐国在一个叫新柱的地方 打败了魏国 新柱大夫 众孙于西 救出了魏国的主帅 事后 魏国拿出土地作为报答 但众孙于西呢 不肯接受 他倒不是高风亮节 一波云天 而是另有所图 土地就不要了 希望魏国呢 可以赏赐自己 曲玄和盘英 曲玄和盘英是什么呢 只是两个小物件 远不如土地之前 曲玄的玄 这个地方呢 是写成县城的县 通 玄挂的玄 指的是玄挂的乐器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边中 那就拿边中去理好了 按照周代理智 不同等级的贵族 都可以拥有边中 但级别不同 边中的玄挂方式呢 也就不同 天子的边中 东西南北四面玄挂 围成一个正方形 称为公玄 诸侯的边中 三面玄挂 称为曲玄 大夫左右玄挂 称为盼玄 士只挂一面 称为特玄 众孙于西的身份是新筑大夫 盼玄才是他的标配 但是呢 他想要曲玄 看上去只是多挂一面边中而已 但多挂这一面边中 这位大夫就有资格和诸侯分庭抗礼了 要知道 魏国的国君呢 也不过是诸侯的身份 用的呢 也只是曲玄而已 盼英也是同样性质的物件 从物件本身来说 他不过是挂在马的棕毛上的一点装饰 比曲玄更不值钱 而在名气的意义上 只有给诸侯拉车的马 才能装饰盘英 所以 从名气的角度来看 众孙于西的要求 是在公然挑衅国君的权威 国君 会不会答应他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你好 欢迎来到雄义讲透资质通见 上一讲谈到 新著大夫 众孙于西向 魏国国君 所要玄环和盘英 对这种公然挑战理智 蔑视权威的事情 国君 会不会答应呢 国君很可能啊 在虚名和实力之间 权衡了一下 觉得省下来的土地更划算 所以呢 就答应了众孙于西的要求 孔子对这件事 有一段很经典的评语 被司马光转引过来 孔子的意见是 如果众孙于西 嫌国君一开始赏赐自己的土地太少 国君呢 不妨把土地掐码 就算给多了也没有关系 但是 名和气 绝对不可以乱给 孔子的原话是 唯名与气 不可以假人 在孔子看来 国君的统治能力 就建立在对名气的控制能力上 一旦把自己专属的名气 给了别人 就相当于把政权交了出去 从此就会一窥千里 以王国收场 曲弦和盘英都属于气 气就算再不值钱 也不能乱给 那么对明 又应该怎样维护呢 司马光援引论语 还是魏国的事 子路问孔子说 魏国国君正在等着重用您 等您上了任 打算先做什么呢 孔子的回答 原文非常出名 必也正名乎 执政要从正名开始 子路觉得这很迂腐 孔子的回答又是一段名言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话还有后文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 刑罚不重则名无所措手足 这样逐步推演的意识 说明了正名是政治工作的根本 如果名不正 最后一切都会乱套 孔子最后呢 还有一句发挥 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依 这话的含义可以一言以蔽之 那就是搞政治 必须光明正大 子路和孔子的这番对话 不是泛泛而言 而是有着特定的背景 想要重用孔子的这位魏国国君 通常被认为是魏初公 而魏初公的即位 恰恰是一桩名不正的事情 事情要从魏初公的祖父 魏陵公说起 魏陵公的太子 宽溃流亡国外 继承人 该选谁呢 魏陵公很想立自己 述出的儿子子男 但子男说什么都不肯接受 等魏陵公一死 魏国人把宽溃的嫡长子 也就是魏陵公的嫡长孙 一个名叫哲的孩子 捧上了军位 这就是魏初公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等魏初公即位之后 他的父亲 也就是常年流亡在外的 那位宽溃带着外国军队杀了回来 想要和亲生儿子夺权 这种状况 正所谓 君不君 臣不臣 富不富 子不子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有没有一个符合伦理正当性的解决方案呢 如果宽溃和魏初公 能够有缩高的觉悟 以保全父子之意为第一的话 事情当然容易收场 但问题是 这两个父子互不相让 不惜兵戎相见 护送宽溃回国夺权的外国军队统帅 就是赵无序的父亲赵检子 夺权没能成功 宽溃留在了魏国边境的一座城邑 时刻对国都虎视眈眈 在子路和孔子发生上述对话的时候 魏初公即位大约已经九年了 历史遗留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在孔子看来 这是魏国政治的头等大使 应该怎样挣这个名呢 论语没有讲 后人有过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测 那就是让魏初公悔过自清 哭着去请父亲回国呢 做国君 自己退位当太子 当然 说来容易 做来难 魏初公 但凡有这点觉悟 当初呢 也不至于和父亲翻脸了 所以 魏国终于也没有能够重用孔子 我再简单交代一下后话 宽溃的姐姐暗中发动政变 宽溃终于成功夺权 魏初公跑到鲁国避难 子路在政变中被杀 第二年 孔子去世 第三年 赵检子和宽溃从盟友变成了敌人 赵检子带兵赶跑了宽溃 魏国人立公子班师为君 但没多久 齐国乏魏 抓走了公子班师 改立公子起 公子起 还没有把魏子坐热呢 就被魏国同胞赶跑了 魏初公又回来掌权了 魏初公死后 变乱依旧 初公的叔父赶走了 初公的儿子 自立魏君 魏国的这段历史 真是一笔乱章 在儒家看来 魏初公和宽溃一开始的 明不正 就是后来一切灾难的根源 所以司马光说 盘因只是小物件 但孔子高度重视 正名只是小事情 但孔子一定把它排在政治的首位 显然在孔子那里 明和气都是牵一发 而动全局的东西 一旦明气错乱 尊卑秩序就没了 管理结构就散了 圣人呢 就是这样身谋远虑 防患于未然 普通人见识短前 只看得到眼前的明显的事物 乱子搞大了才知道收拾 这当然事倍功半 所以一经告诫我们 吕霜兼兵制 当你发现地面上结了薄薄的霜 就该预测到将来会是冰天雪地 尚书告诫我们 一日二日万机 每天都要怀着谨小慎畏的心 洞悉万事的先机 司马光对尚书这句 一日二日万机 可能做了过度的解读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应该只是说 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事 千头万绪 一日二日万机 后来被缩写成日理万机 成为了我们熟悉的成语 司马光继续论述 王朝的崩坏 就是从明气的滥用开始的 周朝就是前车之鉴 在经历过周幽王和周立王这两位昏军之后 周朝的礼制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诸侯不听天子的号令 大夫又把诸侯架空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礼制已经坏了十之七八 周天子能够控制的土地和人口 还不如一个小国 为什么周朝的统治还能存续几百年呢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后来的历代周天子 总还能守住名分的底线 晋文公请税事件 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当初晋文公帮助周相王 平定了一场王室内乱 假如不是晋文公肯出力 周相王就做不成天子了 这样的功劳当然应该重伤 周相王拿出土地 但晋文公不要 只想要税 所谓税 其实比排阴更不值钱 仅仅是一种丧葬规格 那墓地的时候呢 可以修一条隧道 让官果通过 这就意味着周相王 不用给晋文公任何实际的赏赐 只要批准晋文公 可以给自己的墓地 挖一条隧道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 根据理智 这样的一条隧道 是天子专属的丧葬规格 诸侯的官果 只能用绳子 吊着垂直放到墓穴里 晋文公的这个请求 和众孙于西亦去同工 但周相盟呢 政治觉无告 用一段勉力藏针的长篇大论 坚定的回绝掉了 那段话的核心意思是 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不能坏 您要是想坏规矩 想用天子级别的丧葬规格 那除非你天命所归 人心所向 改朝换代 把我赶下台 这番话 还真的把晋文公说怕了 不敢再提非礼要求了 按说啊 以实力对比来看 晋文公如果真想把周相王赶下台 简直是轻而易举 就怕犯了众怒 让其他诸侯找来借口 联合起来对付自己 这种情况在春秋时代 其实很多 司马光列举说 鲁国的济氏 齐国的田长 楚国的白宫 晋国的制药 论实力都能发动政变 去国君而代之 他们当中 也没有哪个是善男信女 心慈手软 但之所以谁都没敢这么做 还不是因为害怕 剑月名分会惹来众怒吗 但是 司马光呢 终于绕回了三家分金的问题 周威列王 竟然把诸侯的名分 给了晋国的 韩赵魏三家大夫 这就突破了底线了 三家大夫 以下犯上 欺负自己的国君 寡分自己的国家 按照理智 天子应该发动天下诸侯 来讨伐他们才对 周威列王不但不加讨伐 反而拿诸侯的名分 来表彰他们 这可真叫破罐子破帅了 当然有人会说 周天子就算真想 发动天下诸侯来讨伐 韩赵魏三大家族 给晋国拨乱反正 但他呢 早就没有这个号召力了 以三大家族的实力 周天子敢不顺着他们吗 这话再情再理 但司马光果断反驳说 三大家族就算再强 只要周天子一天不认可 他们的诸侯身份 他们一天呢 就是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助之 但天子既然允许 他们当诸侯了 他们的地位也就名正言顺了 谁也没有资格去讨伐他们 所以这件事 不是韩赵魏破坏理智 而是周威列王 自己破坏理智 君臣之理既然坏掉了 有规则有秩序的社会 从此就变成了丛林社会 弱肉强势而已 周朝再也维系不住 然后自然是国破加亡 生灵涂炭 资质通鉴第一段 陈光约的内容就此结束 全书的纲领 就这样陈述清楚了 但我们必须追问一下司马光 以当时的局势 周威列王真的可以拒绝 韩赵魏的请求吗 周威列王的处境 资质通鉴竟然只字未提 这实在是很不应该 这到底是因为疏忽 还是有意为之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你好 欢迎来到雄义讲透资质通鉴 上一讲里 我们结束了资质通鉴的第一段 陈光约 司马光畅谈历史教训 批评周威列王 没能守住名气的底线 世界从此一发而不可受使 但我们必须追问一下司马光 以当时的局势 周威列王真的可以拒绝 韩赵魏的请求吗 周威列王的处境 资质通鉴竟然只字未提 这实在是很不应该 这到底是因为疏忽 还是有意为之呢 首先我们完全可以把疏忽 排除在外 这太不是司马光的风格 但如果说有意为之 也不对 因为有些史料在宋朝还看不到 而司马光手里的相关史料 要么语焉不详 要么一斗重重 要么太像短子 我们先来谈谈司马光 看得到的材料 首先就是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也叫吕懒 是战国末年的书 当时秦国丞相吕不威 网络天下人才 完成这部政治哲学巨著 书名虽然带有春秋两个字 貌似呢这是一部史书 但书中谈到的历史 都是作为说明观点的论据而出现的 战国又是一个游士乱窜的时代 游士们经常为了说明观点而编造论据 学术风气很坏 这就导致后人读战国文章 比如吕氏春秋的时候 对里边的史诗问题 必须怀有适度的谨慎 吕氏春秋的内容 按照主题分门别类 比如下贤一章讲的都是历代君主李贤下士的故事 借此说明李贤下士的缘故方法和意义 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故事 主人公就是魏文侯 这个人咱们讲到过 姿势通鉴正文开篇的第一句话 出命靖大夫 魏司召集韩前为诸侯 这位魏司就是魏文侯 魏国的第一代国君 由周威列王亲自任命 吕氏春秋夏贤 提取出魏文侯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片段 他很像一个看人下菜碟的人 去见尹氏断干木的时候 公公静静的站着 站累了也不敢休息 但回来 见自己手下的众臣翟皇的时候 怎么舒服就怎么做 当然 所有舒服的姿势 都是很失礼的姿势 翟皇不高兴了 认为主君怠慢了自己 这就引出了魏文侯的一番高明见解 魏文侯说 人家段干木是个隐士 我请他做官 他不干 我给他俸禄 他不要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还不是只能给他礼遇了吗 你就不一样了 你想当官 我请你做首相 你想要钱呢 我给你最高级别的待遇 你都拿了我这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 还想让我恭敬起来 给你礼遇 这就太过分了吧 故事讲完 马上就做总结 魏文侯就是这样一位 李先下士的君主 所以才能在连堤打败楚国 在长城打败了齐国 还把齐国国君 来抓了起来 献给周天子 因此得到了周天子的重赏 得到的是怎样的重赏呢 原文是 天子赏文侯以上文 但上文到底是个什么 助使家各执一词 不过更重要的是 魏文侯连败齐楚两大强国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话 为什么战国策和史记里边 都不见记载呢 好 我们再看一部书 西汉年间成书的淮南子 这部书是淮南盲流安 组织门客编撰出来的 和吕氏春秋一样 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政治哲学剧著 他原先的名字叫洪烈 基本上就是天理昭彰的意思 汉武帝建元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139年 刘安入朝 把这部书呢 献给了汉武帝 到了西汉末年 刘向教队皇家藏书 把洪烈改名淮南 所以后来有人叫他淮南洪烈 也有人叫他淮南子 淮南子的编排方式和吕氏春秋一样 按照主题分门别类 其中有一章叫做人间训 论述人间祸福的复杂性 谈究这复杂性背后的深层原因 他的论述方式也和吕氏春秋一样 用不同的历史故事 说明不同的道理 至少像韩赵卫三家要地的事情 就被收录在这一章里 为的是说明 是或夺之而反与之 或与之而反取之的道理 其实就是欲取先语 欲擒过纵的权谋 任坚训讲过一件和我们的主题 高度相关的事情 为的是论证这样一个道理 有时候远离反而亲近 靠近反而疏远 有的人意见正确被领导采纳 本人反而被领导疏远 有的人意见错误 没被领导采纳 本人反而得到领导的器重 发生在齐国的一件事 充分展现了这个貌似荒唐的现象 韩赵卫联合起来进攻齐国 包围了齐国的平路 齐国内部开始商议对策 主要人物有三个 执政官牛子 参谋官阔子和吴亥子 阔子首先给出了一番分析 韩赵卫三国和我们齐国并不接壤 他们跨过邻国来围攻我们的平路 就算打下来也没法保有 根本得不到什么实惠 所以他们这么做 应该不是为了利 而是为了名 这样看来 只要让我们的国君去求和 事情就很好解决 吴亥子不以为然 他的看法是 我听说为了救国 既有割地求和的 也有毁家疏难的 就是没听说 有为了保住边境上的一点土地 就劳烦国君出去遭罪的 两种意见水火不容 这就考验领导人的判断力了 最后 牛子用了阔子的方案 果然仗不打了 平路也保全下来了 照理说 牛子以后会更加倚重阔子 疏远吴亥子 但事实刚好相反 这是为什么呢 淮南子归结出一个重要的道理 阔子的思路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对事不对人 吴亥子的思路是中军的思路 对人不对事 领导最看重的品质 就是忠诚 下属只要够忠诚 能力和智慧差一点 完全无所谓 我们抛开淮南子的人生哲理 只看史料部分 韩赵卫联合攻打齐国 这件事是真的吗 他和吕氏春秋所讲的 魏文侯在长城打派了齐国 还把齐国国君抓起来 献给周天子 是一回事吗 看上去确实有点可疑 首先就是 牛子 阔子 吴亥子 这三个人的名字 尤其是牛子 看来是首相一级的人物 为什么在其他史料里 就是见不到他的身影呢 还有接壤问题 韩赵卫三家当中 只有最南部的韩国 不和齐国接壤 赵国和魏国的东部边境 都和齐国接壤 所以阔子的敌情分析 根本就没法成立 如果说 淮南子的这个故事里 有什么可以确定的因素的话 那么 至少在这一时期的齐国 国君真的很容易受人摆布 礼崩越坏 上下失序的现象 当然不会是晋国的专属 在齐国也一样存在 下面 我们要从史记出发 简单梳理一下 齐国的事情 史记记载的齐国士气很特别 一共有两篇 一篇是齐世家 一篇是田径众满世家 这是因为 原本江姓的齐国 被田家人篡夺了 虽然国名没有变 但前后其实是两个政权 窃勾者诸 窃国者为诸侯 三家分进在那个时代 并不是特例 在周朝的诸侯体系里 有一个很基本的二分法 同姓诸侯和异姓诸侯 周天子姓姬 同姓诸侯就是周天子的 叔伯 兄弟 子侄 晋国就属于同姓诸侯 所以周相王 拒绝靖文公请遂的时候 称呼靖文公为叔父 齐国是异姓诸侯姓江 始祖就是那位充满传奇色彩的 江太公 天子和异姓诸侯通婚 所以称呼异姓诸侯为旧式 江太公的后人 世世代代统治齐国 但权力逐渐被田家架空了 田家人 原本姓陈 祖先是逃亡到齐国的 陈国公子陈丸 陈丸在齐国安身之后 不再用原先的姓氏改臣为田 在齐国开枝散叶 家族影响力越来越大 终于一位名叫田长的族长 跨出了勇敢的一步 杀掉了齐俭公 立齐俭公的弟弟为君 这就是齐平公 田长名义上是齐平公的丞相 实际上齐平公只是他的傀儡 田长的嗜好是成子 史书上会称他田成子 也会用他原来的姓氏 叫他陈成子 我在前辈的内容里面讲过 左传的结尾 卢爱公27年 也就是公元前468年 智瑶统帅靖国军队 进攻郑国 齐国呢 法兵援政 齐国这边的主帅 就是陈成子 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 这位田长 多灵人者皆不在 这句名言就是他对智瑶的评价 田长死后 儿子田盘接班 按氏好称呼的话 就是田香子 唐代张首杰那本史记正义 有一篇侍法解 专门解释嗜好的含义 香的意思是辟地有德 也就是尊从道义 开疆拓土 在你已经熟悉的人物里边 智瑶和赵无序的嗜好 都是香 一个是智香子 一个是赵香子 开疆拓土确实都有 至于道义都谈不上 那么对于眼前这位田香子 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 有个大体上的判断了 正是在田香子的时代 韩赵魏三家联手杀掉了制阳 而在齐国这边 田家已经是一家独大了 几乎所有的地方长官都是姓田的人 田香子死后 两船传到天河 这个时候 齐国的国君和宗族 对田家早已经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 但是田家内部出了乱子 一个叫田慧的人忽然造反了 这件事就是三进伐旗的导火索 详细过程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你好 欢迎来到雄义讲透资质通鉴 上一讲谈到齐国的田氏家族发生了内乱 田慧造反 这才惹出了轰轰烈烈的三进伐旗 但是资质通鉴完全没有记载 史记里边也只有很简略的一句话 宣公五十一年族田慧自领丘法 这是公元前405年 是周威猎王丰韩兆魏为诸侯的两年之前 这一年里 齐国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田氏家族的族长田和慈氏 二是田慧在领丘发生叛乱 这里的领丘大约是今天的山东运城一旦 那么叛乱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和三进又有什么关系呢 史记完全没讲 我们必须求助于另一份史料 竹书纪念 在周威猎王封韩兆魏为诸侯的 大约七个世纪之后 改朝换代已经换到了晋朝 晋武帝太康二年在吉郡 今天的河南极县 有人盗掘了一座古墓收获颇风 竹检就装了好几十车 在这些竹检当中 有一部魏国的编年史被称为竹书 或者叫纪念 还会被冠以出土地点 称为几种竹书 或者几种纪念 种就是坟墓的意思 竹书一共十三篇 以魏国的视角记载历史 从下朝记到战国 这部书的出土 在当时是一个颠覆性的发现 因为它的很多说法 都和人们熟悉的历史很不一样 比如我们熟悉的摇顺善让 这是何等高峰亮节的故事 竹书却说 顺是靠武装政变上位的 再比如 西州时代出现过一段 著名的共和政治 按照史记的记载 这是因为天子无道 国人暴动赶跑了他 为了填补权力真空 两位国家元老联合执政 称为共和 然而竹书却说 天子逃跑之后 共伯和 也就是共国的诸侯 名字叫和 代替天子之政 竹书的这个说法 可以在庄子和吕氏春秋那里 得到呼应 但毕竟敌不过史记的影响力 以至于 我们今天在用的共和这个词 还是联合之政的意思 说到这儿 我要稍微岔开 跟你讲一个版本学上的公案 帮你搞清楚 古本和金本 竹书纪念 竹书出土之后 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被整理 被注视 但是一方面战乱不断 书籍很难保存 一方面竹书的内容 和人们的固有知识 尤其是和儒家的知识谱系 冲突太大 天然就会惹人反感 所以到了北宋 这部书基本上算是失传了 如果我们想知道 某个朝代都有哪些书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就是去看 正史里的一文志 宋史一文志 开列宋朝存在过的历史书 有竹书三卷 这就是说 原本十三卷的竹书 到了宋朝 就只剩下三卷了 但是在宋朝那些 目录学名著里 都已经见不到 竹书的身影了 到了南宋 一部完整版的竹书 忽然重出江湖 让人寄惊起 拨乱反正的工作 还要等到清代 先是历史学家 竹又曾用上 极易的笨功夫 把晋朝以后 宋朝以前的书籍 以用竹书的内容 一条一条的摘抄下来 重新编辑整理 编成了一部 几种纪念存真 然后王国伟 又在几种纪念存真的基础上 编成古本竹书纪念 极教 书名里边之所以有古本两个字 是为了区别于南宋 出现的那部可疑的完整版竹书 从此以后 前者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念 后者被称为金本竹书纪念 王国伟还写过一部 金本竹书纪念书证 条分履系 几乎重现了金本竹书纪年的伪造过程 最后的结论是 这部书可以直接扔了 回到真正的竹书纪念 也就是古本竹书纪念 他记载了七宣公 五十一年 七国发生的变故 原文是 宣公五十一年 公孙慧 以领秋判于赵 十二月 宣公轰 这里的公孙慧 就是史记里的田慧 公孙是封建制里的一个特殊称谓 顾名思义 就是公的孙子 公就是诸侯一级的贵族 再比如公子 本义是公的儿子 子可以男女通用 公的女儿也叫公子 君子 本义是君的儿子 田慧本来是没有资格被称为公孙慧的 毕竟他的祖父 虽然是齐国的实际掌权人 但只是权臣 不是诸侯 没办法 礼崩越坏了嘛 高级称谓 总会不断下放的 高级的名不断被下放到低级的时尚 古本竹书纪念 还有一条更详细的记载 大意是说 田家的族长一死 内乱就爆发了 先是田部杀了公孙孙 然后公孙慧 也就是田慧 叛逃到三晋当中的赵家去了 还把齐国的一座城义 领秋献给了赵家 接下来 田部带兵围困领秋 结果三晋联军一起来打田部 把田部打跑了 古本竹书纪念 对三晋联军的记载是 窄角 赵孔谢 韩诗 其中窄角是魏家的家臣 因为竹书纪念 是一部魏国市角的编年史 对自家人窄角 就没有写成魏窄角 孔谢是赵氏家臣 所以写成赵孔谢 但韩家的主将是谁呢 竟然没提 只记了一句韩诗 意思是韩家的军队 事实上 这位韩家主将 不但有名有姓 还为考古研究 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这是后话 现在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 以上这些史料 司马光都见过吗 肯定见过 如果采信 宋史一文志的注录 司马光应该看得到一个 仅剩三卷的诸书纪念 但问题是 现在我们所依据的 古本诸书纪念 是个极异的成果 就说这一讲里 用到的两条记载吧 是分别从史记索隐 和水晶柱里面摘抄来的 司马光本人也好 他那几位博学的助手也好 都不太可能看漏 史记索隐和水晶柱 那么难道是因为 孤正不利吗 显然也不是 因为这些记载和我们上一讲 谈到的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内容 都能合得上拍 不仅如此 吕氏春秋 还有一段更加合拍的记载 这段记载出自 吕氏春秋不矿 所谓不矿 是说不要放弃主观上的努力 用主观上的努力 和自己已有的条件 来弥补客观条件的不足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 作者给出的论据里边 就有领秋之战 只不过这回是站在 赵国的角度来描写的 齐国攻打领秋 赵家派孔青带着勇士 去和齐国拼命 齐国惨败 不但主将战死 还抛下了 两千辆战车和三万具尸体 孔青把这些尸体 堆成了两座小山 这位孔青 显然就是古本 竹书纪年里的孔谢 清和谢字形很像 那个年代又没有书通文 不同的书里 对同一个字 常有不同的写法 把敌人的尸体堆成小山 这是一种古老的作战传统 可以耀武扬威 震慑斯林 但是尸体是不是真有三万具 那倒是很可疑的 战国时代的战争记载 动不动就浮尸数万 大多都是夸大其词 提醒你注意 视角不同 同一段历史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古本竹书纪年采取的是魏家的视角 虽然提到了三大家族联合作战 但把自家的统帅摆在第一位 似乎他才是联军主帅 最过分的是根本没提韩家统帅的名字 吕氏春秋夏贤采取的也是魏家的视角 所谓魏文侯在长城打败了齐国 还把齐国国军抓了起来 献给周天子 因此得到了周天子的重赏 这件事应该说的就是领秋之战的后续 但到了吕氏春秋不矿当中 采取的却是赵国的视角 完全没提联军合作的事 这全是赵家自己打的 一战就消灭齐军三万人 考虑到吕氏春秋是集体创作的作品 两篇文章分别采取两种视角 倒也不足为奇 淮男子任坚逊采取的是齐国的视角 给人的感觉是阔子一记定天下 仗还没有怎么打起来 矛盾就被巧妙化解了 在轻描淡写的笔调里 怎么看都不像在战场上 死掉了三万子的兵 你看这是历史最能迷惑人的地方 每个讲述者都有自己的情感和立场 自觉不自觉的就会贬低别人夸大自己 当不同的讲述版本同时存在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彼此参照 力求可以不偏不倚 兼听则明 而一旦有些版本 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 没能流传下来 只剩下唯一的版本 我们也就只能孤望停止了 雪上加霜的是 一个版本流传的范围越广 流传的时间越久 权威性也就越高 关于领秋之战的历史 我们幸而可以听到这么多的声音 更加幸运的是 一直缺席的韩家 终于在两千多年之后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们下一讲再谈 你好 欢迎来到熊义讲透自治通鉴 上一讲谈到领秋事件 每一份史料都有自己的视角 都喜欢抬高自己 贬低别人 明明是三晋联军和齐国作战 但唯独韩式家族很没有存在感 连主将的名字都没有留下 假如让韩式家族自己发声的话 他们会不会讲出另一个版本呢 会的 在领秋事件的两千多年之后 韩式家族的主将 终于喊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一讲 我们就来还原这个历史侧面 大约在民国十七年 公元1928年 具体的年份呢 存在不同说法 这里一取白川镜 经文通事的记载 说这一年 洛阳京村的太仓古墓 出土了一组边中 全部13只 今天分别收藏在 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 和日本全屋博物馆 历史学家用主人的名字 标枪 这个标的本字是 场字头下面三个码字 用这个名字命名了 这组边中 边中属于高级礼器 特别能够彰显主人家的身份地位 通常来说 有了大喜事 才会铸造大型青铜器 还要把相关的大喜事 记录在器物表面 这就是青铜器的名文 这组边中也不例外 明文足有61个字 用运文的形式 记载了自己的辉煌出身 边中的主人 标枪 隶属于三晋之一的韩氏家族 明文读起来 很像诗经里的诗歌 短句 押韵 内容恰好说的就是 周薇烈王22年 三晋被封为诸侯的前一年 晋国和齐国的那一场战争 前面讲过 韩家的族长名叫韩钱 这里名文称他为韩宗 意思是韩家的宗主 标枪也许是代表韩钱出征 也许是跟随韩钱出征 征伐秦国 威迫齐国 突破了齐长城 在平阴 打败齐军 把楚国人都吓得不轻 因此 标枪不但得到了宗主的赏赐 还受到了晋国国君和周天子的嘉奖 这等光宗耀祖的大事 必须刻在名文上 子子孙孙 永至不忘 是的 名文对赵魏两家的联合作战 只字未提 所有功劳都是标枪一个人的 标枪中出土的几十年后 又一批文物的发现 给了我们更多的历史细节 2008年 有秦华大学的校友从海外 买回来两千多枚战国时代的竹简 捐赠给母校 所以这批竹简被称为清华简 清华简的内容呢 被逐步整理 解读 出版 出版的第二集 称为戏年 包含138枚竹简的内容 戏年记载了三进伐旗的经过 主帅分别是 韩赵两家的组长 韩贤 赵吉 还有魏家组长魏斯的儿子 魏基 魏斯大约是中途加入的 有意思的是 除了三进之外 联军当中竟然还有一支生力军 那就是南方的越国 越国国军亲自带兵 配合三进军队 分进合击 让七国吃了大亏 越国属于南方文化圈 和中原诸侯不打合拍 南方诸侯虽然实力不低 但文化不高 越国这一次 大约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 要不是戏年里面有他一笔 这样的呵呵武功 也就全部抹杀了 根据信年的记载 齐国这边才由刚刚继位的齐康公 亲自出面和越国讲和 那边三进大军就掩杀过来了 齐国国内正在经历着陈颖子牛之祸 自顾尚且不想赶紧再和三进讲和 现在我们可以推断 这位惹祸的子牛 应该就是淮南子人间训里边提到的牛子 现在可以推断他的身份了 他是田氏家族的一员干将 齐进和谈 三进出面的是各自的家臣 齐国出面的是田家族长田和 还有一个叫田浩的人 盟约有两项核心内容 一是不许齐国继续修长城 二是要求齐国放弃领袖 迷上说 盟约是齐进两国之间签订的 而实际上是晋国的 韩赵魏三家和齐国的田家签订的 晋国和齐国的两位国君 已经毫无发言权了 可见家是一个多么重要的组织形式 儒家有所谓修齐治平 修身然后齐家 齐家然后治国 治国然后平天下 这个逻辑之所以成立 就是因为宗法结构下的家 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三口之家 大型的家不但有地盘 有陈辽 甚至还有强大的军队 能搞定这样一个家 当然有能力治国 盟约一千 领秋从此就属于赵家了 为什么还不让齐国修长城 目的也很简单 削弱齐国的防御力量 将来哪天齐国不老实的话 三季就可以轻松的进军了 事实上齐国从很早以前 就开始修筑长城 构建完善的防御体系了 西年给出了齐长城开工的具体时间 是在公元前441年 那是齐宣公的时代 标枪中可以和西年互相参照 标枪中的名门里说 入长城先会于平阴 这个平阴就是齐长城最西端的要塞 在今天的山东 平阴附近 从这里开始 长城沿着积水 一直秀到渤海 你也许还记得 淮南子仁坚训 说三晋联军包围了齐国的平路 在古文字里 陆地的路和阴阳的阴 写法很像 所以平阴才被误写成了平路 这也说明 淮南子仁坚训的那段故事 虽然看上去很不靠谱 像是为了证明观点而捏造出来的 但是捏造的成分也许真有 而故事的框架 都还真是空穴来风 事出有因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反思一句经典名言 若国无外交 这句话很有迷惑性 我们总是很容易把集合名词当成个体 于是国家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就变成了一个体量超长的人 但是国家是一个集合名词 一个国家其实是无数复杂因素的统称 齐国和晋国都在争取自己的国家利益吗 显然没有 谁能代表齐国和晋国的国家利益呢 无论晋国的国君还是韩赵伟三家的组长 都不能代表 无论齐国的国君还是田氏家族的组长 同样都不能代表 三进打赢或者是打输 哪种情况才符合晋国的国家利益呢 真的很难讲 齐国让步还是不让步 哪种情况才符合齐国的国家利益呢 同样也很难讲 那个时候当权者的利益一定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吗 显然不是 当权者的阵营是铁板一块吗 显然也不是 我们很有必要借用佛学的思维方式 缘起信空 把国家和国家利益这种集合名词 不断拆解细分 才能理解春秋战国时代 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 和光怪陆立的外交手段 齐静和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我先交代几句后话 和谈之后 盟约的效力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等到田和升格为诸侯 取代了齐国的江姓政权之后 齐长城再继续兴建 夺回领秋的任务 再重新提上日程 这倒也不奇怪 毕竟在此之前 田家的家族利益和齐国的国家利益 并不完全合拍 田家毫不介意出卖齐国利益 来保障自家利益 他们甚至愿意成全三晋 战胜齐国 因为三晋如果能够因此 升格为诸侯的话 等于看了一个很好的心理 自己将来也可以有样学样 等到自己真的有样学样 篡夺了齐国政权 齐国的利益 才真正和田家的利益相一致 所以领秋才必须躲回来 长城才必须建下去 还有一个题外话 孟江女哭长城的故事 故事原形里的长城 就是齐长城 而不是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 孟江女是齐国人 她的名字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孟表示排行 她是家里的长女 姜是她的姓 她身上有着传统的 姜姓齐国的高贵血统 今天我们在山东很多地方 还能看到齐长城的遗址 当初的平银光暗 今天的济南市长青区大街村北 仍然看得到绵延宽厚的断壁残垣 看得出当时的齐国人 在建筑上因地质疑 有些地方用石料 有些地方用夯土 有些地方的墙外还挖了壕沟 三晋要想攻打齐国 这里就是第一道先祖 好 让我们回到三晋伐旗之年 新年记载 在河南之后 晋国国君带着俘虏来的齐国将士 朝见周天子 举行隆重的献赴仪式 同行的还有刚刚即位的齐国国君 以及鲁宋魏正四国君主 这道印证了吕氏春秋下贤的记载 只不过后者把功劳全揽在魏斯的身上 还说齐国国君是被俘虏来的 以当时的风起来说 齐国国君很可能会得到三晋联军的善待 不至于被五花大榜扔到周天子的面前 但是齐国这位齐康公显然是不情不愿的 眼睁睁看着三晋联军拿齐国的俘虏摆阵仗 要功劳 心里一定很不适滋味 但有什么办法呢 既然田家人要自己去背锅 这口锅无论如何也只能背下来了 至于晋国国君当时在位的晋列公 虽然是名义上的带头大哥 其实只是三晋的傀儡 被迫去走这个过场 心里一定也很憋屈 被众人簇拥的周天子 又会是什么心情呢 让我们查阅一下古本竹书纪年 书中竟然说三晋之所以伐旗 是出于周威猎王的指令 这就奇怪了 周威猎王以实力而论 还不如一个小国国君 苟活尚且不暇 难道还会真的端起天子的架子来 号令天下吗 就算这是真的 指令也该下达给晋列公 让他去平定齐国内乱 而不能跨过晋列公 直接下令给韩兆魏三家 该如何解释 古本竹书纪年里说 三晋伐旗是周威猎王的指令 我们下一讲再谈 你好 欢迎来到雄义讲头资质通见 上一讲谈到 按照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 三晋伐旗竟然出于周威猎王的指令 属于奉王命讨伐叛逆 非常的名正言顺 这就很让人想不通了 周威猎王以实力而论 还不如一个小国国君 苟活尚且不暇 难道还会真的端起天子的架子来 号令天下吗 这一讲 我们就来谈谈周威猎王的苦衷和无奈 很遗憾的是 没有任何史料采取周威猎王的视角 我们无从知道这位名义上的天子 到底有什么深刻的用心和曲折的安排 只是从常理推断 一定是三晋冒用了他的名义 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丑心洗白 按照李的要求 有所谓 礼乐征伐自天子处 也就是说 无论理智的规格也好 出兵打仗也好 只有周天子才有权发号使令 当齐国发生内乱 齐大诸侯虽然有义务去干涉齐国内政 帮助齐国拨乱反政 但只要天子不下令 任何人都只能按兵不动 另一方面 周天子也很难直接干涉齐国内政 因为自家的直属武装实在太单薄了 这个问题倒不是礼崩跃坏之后才有的 而是在周朝的开国之处就存在的 后来每况愈下而已 这是制度决定的现实 没法改变 周天子要想安定齐国 只能号令诸侯 诸侯们再号令本国大夫 被其军队和军用物资 组成联军向齐国进发 在我们今天的理解里 打仗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 评书里面常说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孙子兵法早就注意过 后勤补给会给一个国家 带来多大的负担 所以在作战片里 基本没有讨论战术问题 谈的全是后勤补给 以支十万人的军队日费千金 之所以后勤成本这么高 主要就是因为千里溃粮 在两千多年前的交通条件下 要想把足够的粮草转运到前线 人力物力和损耗都是惊人的 为什么说兵贵神速 战术意义是让敌人猝不及防 而更重要的意义是后勤补给上的 战争一旦拖得太久 整个国家就算不被拖垮 也得伤心动骨 所以高明的打法 不但要兵贵神速 还要阴凉于敌 也就是从敌人的地盘上获得补给 怎么获得呢 当然靠抢 吃掉敌国的一份粮食 就相当于省掉了从本国运来二十份粮食的成本 显然孙子的观点代表了礼崩跃坏之后的作战思路 完全是流氓斗殴的作风 没规矩 没底线 没操守 更没有荣誉感 封建时代的正统打法可不是这样的 在正统打法里 诸侯们带着天子的指令出征远方 首先就凑不起十万大军 因为打仗是贵族专属的事 既是权力也是义务 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士 他们是战斗人员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才传下来士兵战士这些词汇 士 好歹也属于贵族阶层 贵族阶层没有那么多人 再者 当诸侯组成联军 长途行军的时候 途经哪个国家 该国就有义务承担联军的后勤补给 所以并不存在孙子所谓千里溃粮的问题 到了真正两军交锋的时候 还有各种贵族规矩要讲 绝不死缠烂打 撒泼耍赖 只要对方服输 这一仗就算结束了 赢家赢得潇洒 输家呢 不是体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 从天子到所有诸侯大夫 全都沾亲带故 次要原因是 贵族阶层总喜欢用荣誉感自我标榜 没有荣誉感的战争会严重削弱他们的自我认同 如果周围猎王真想平定齐国的内乱 那么按照理智 他应当把指令传达到诸侯一级 比如传达给靖列宫 靖列宫呢 在安排靖国大夫 也就是韩赵魏三家的组长 但这一传统早就行不通了 韩赵魏只为自己的家族利益作战 赵家的理由最直接 毕竟齐国的田家有人叛逃过来 还带了领袖给赵家扩大了地盘 但是韩魏两家为什么要帮着赵家呢 怀男子人间虚拟 扩子的推断是正确的 这些人是为了明 具体来说 三晋想拿一桩平定齐国内乱的功劳 逼周围猎王给自己升级 从家升为国 从组长升为诸侯 为了达到目的 三晋把戏做得很足 以兵强马壮的阵容 开到周围猎王的直辖地盘 搞出一场盛大的幸福仪式 为了提高讨价还价的本钱 连齐康公也被半井半弩的带了过来 三晋的主军 靖猎公应该也会以大公无私的腔调 替三晋说话 虽然他只是一个傀儡 平时里都要看三晋的脸色呢 同来的还有鲁 宋 魏 正四国君主 都是有资历 但是没有实力的家伙 作用应该是帮枪敲鞭骨 多说三晋的好话 所以周围猎王面对的压力 已经不是禁门宫请遂的时候 周湘王面对的压力能比的了 何况来的有这么多人 就算每天的人吃马胃 也能把周围猎王吃垮 所以为着西式宁人 早点把温神送走 周围猎王大约只能顺应 天心名义 给三晋封侯了 于是就有了资质通鉴的 开篇第一件事 出命靖大夫 魏斯 赵吉 韩前为诸侯 这三个人 如果按照氏号来称呼 魏斯就是魏文侯 赵吉就是赵列侯 韩前就是韩景侯 从此称侯不再称子了 从这一年起 韩国 赵国 魏国正式诞生 后来名列战国七雄 成为战国时代的七大强国之三 至于韩赵魏原先所属的晋国 依旧名存实亡 大约又过了二十多年 韩赵魏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联手灭掉晋国 瓜分了晋国最后的土地 把晋国的末代国君 晋晋宫安置在一个叫屯流的地方 从此以后 人间再也听不到晋国的消息了 如果周威猎王能够预先读到资质通鉴 听从司马光的劝告 向前辈周湘王学习 坚决不给三进封侯 历史又会怎样发展呢 按照当时的局势来看 封侯还是不封侯 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毕竟时势比人强 谁也拗不过大势所去 这其实也是由理智的特点所决定的 理智严防死守 时时处处都在制约着人的天性 这倒没有什么稀奇 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道德和法律 都是制约天性的 只不过理智的制约尤其细腻 制约越细腻 就越是仰赖严格而完备的惩罚机制 任何一个人只要稍稍越界 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并且惩罚还要来得及时 一旦某个口子松了 惩罚来得既不严厉 也不及时了 那就很容易一发而不可收拾 让混乱的局面愈演愈烈 明和时虽然互相依存 但实质则明归 单靠空明 很难维持长久的约束力 如果采信史记赵世家的说法 三进相立为诸侯 也就是互相认可对方的诸侯身份 三进既然已经有了诸侯之实 那么无论周围猎王同不同意 迟早都会获得诸侯之名 就算没有诸侯之名 也能充分行使诸侯的权利 司马光不是不懂这个道理 他要强调的是 理智问题必须从始至终严防死守 就算实在守不住了 那也守得一分是一分 因为这是天下新亡的枢纽 重要的是 这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 而是严峻的现实问题 是的 司马光没见过标强中 更没有见过清华解 对周围猎王的批评 显然有点强人所难 但我相信 即便司马光见过这些材料 也不会改变他的结论 因为他的结论 与其说是被历史启发出来的 不如说是被现实引导出来的 司马光在宋仁宗一朝 曾经担任建官 职责就是提意见 嘉佑七年 他给仁宗皇帝写过一篇锦西书 传媒名文 锦西书这个题目翻译过来 就是论慎重引导社会风气的重要性 文章的重点是 风气或者说风俗 很难说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而风气一旦形成 就很难改变 从周朝到汉朝 大体上说 君尊臣碑 是人们心目当中的天经地义 所以乱臣贼子 总会束手束脚 魏晋以后风气变了 下陵上帝的事情太多了 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再认同君尊臣碑的道理 所谓下陵上帝 就是碑贱的人爬到高位 高贵的人被踢到碑贱的地位 世道就这样 越来越乱 最后乱成五代那种局面 每个朝代都很短命 到了宋朝 宋太祖和宋太宗 都看清了一个道理 天下的所有祸患 源头都在理智的崩坏 所以他们才会努力 加强中央集权 为的就是重建 君尊臣碑的正常秩序 但是在司马光看来 当下这位仁宗皇帝 实在太能放权了 还只会放 不会收 这样一来 原先在君尊臣碑秩序下的 君臣实力 差距逐渐缩小了 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怎么办呢 办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礼崩跃坏的苗头 扼杀在摇篮之中 这篇几期书 特别适合拿来和资质通建的第一篇 陈光约对照来读 给资质通建写史论的时候 司马光身上有着为千秋万事立言的使命感 这就必须弱化自己的时代感 强化道德和真理的永恒感 只谈正名 不谈实力 而在锦西书里面 司马光针对实弊 探讨实证 毫不会言的告诉皇帝 名分的差异 必须以实力的差异为基础 要想守住名分上的尊卑秩序 就必须做好实力上的强弱安排 前者是司马光纯儒的一面 后者是司马光务实的一面 两个司马光 不知道你更欣赏哪一个呢 为什么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三家分寝之后 魏文侯所统治的魏国 迅速成为三进当中 最令人瞩目的一支力量 下一讲 我们就来讲讲 新进的魏文侯 有何过人之处 画面会有什么事 代表的 声音